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时代不同,有很多东西都在改变 例如是我们的购物习惯、通讯方式、文猴语 记不记得多久没有问过朋友,你好吗? 取而代之,我们通常都会问,那么忙什么? 如果这样的话,真的不用问了 因为十个朋友当中有九个都会答你,我最近真的很忙 大家一家人,一班朋友想要一起见面的话 可能真的要约成几个月那么多 到底,我们真的这么忙吗? 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于忙的故事 话说,有一个年轻道人,他叫成慧 一心就想上山收道 于是乎就去了一间山中的道观那里住下来 而且还拜了一个高度为师 过了一段时间,成慧的师傅就问他 你都住了一段时间,想在道观里做什么工作? 成慧就答师傅说,我想在厨房帮忙 于是乎由那一天开始,他就在厨房做事 又过了一段日子,师傅问成慧 在厨房里的工作做成什么?成慧就答师傅 多好,斩柴新火有人做,煮饭又有人做,炒菜都有人做 师傅就问,那你做什么?成慧就答师傅 好了,我?我没有事忙 师傅听到他这样答之后,笑一笑 然后就跟他说,你果然有所领 然后就转身离开 其他弟子听到之后就觉得很奇怪 不断追问师傅 师傅,成慧他都没有做什么 为什么你还赚他? 师傅就说,你别以为他偷懒 其实他每天都有煮饭炒菜,斩柴新火 然后弟子又问师傅 为什么他要说自己没什么忙? 师傅说,成慧说没什么忙 不是说他自己,而是他的心 其实我们跟成慧一样 每天都做很多事,非常忙碌 不过,成为有一个自在的心 母亲因为忙碌而带来的努力 摆在心上 做到心忙而心不忙的境界 当年长春休祖师收道的时候 他说他选择修炼自己的方式 就是斗闲 他一个人隐居在盆溪和龙门山十多年 生活没有一个特定的目标 以闲值来磨炼自己的心智 道家的闲不等于游手好闲 偷懒又或者是蛤 其实是一种养生 生活上的忙碌 不多不少都会为我们 带来很多负面情绪 亦都为我们的身体 带来很多负担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到 保持一个清静、空闲的心 甚至乎将我们的心 成为一块镜 将所有是非烦恼、琐碎的事 都照出去 事忙、心闲 那我们对生活 应该会有另一番的体会 你刚才看过的是 道教电视频道道通天地 如果你都喜欢我们的节目 认同我们宣扬道教思想和理念 希望你可以支持我们的营运开支 大家可以将善款以支票的形式 寄到来逢迎仙管 支票背面著名是支持道通天地营运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一同共运带到 道祖保佑